来深陆一言 喂 喂英哥 那个我想问个问题啊 您在那边的话 我对那边的就是这个运动比较感兴趣 他那边三大球就是比如说足那个那个篮球 然后橄榄球和棒球 但是在咱们这边就推广不开 您有没有了解他们的这比方说棒球的这个 他们可能从一百多年前就开始这个比赛 然后在民间推广的程度是是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想知道一下 为什么在咱们这边就玩不起来 他们这种运动 这是咋的 国内没有踢足球的 不是足球 是我就说是橄榄球和棒球 咱这边是有 但是好像200年以后 这是一个文化底蕴的问题 橄榄球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战术吗 就如果你是橄榄球迷的话 你在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他们的战术吗 还是看他们冲撞 一个撞开一排 可能还是大交开的准 这种对抗吧 为什么美国的冰球和橄榄球特别火 是因为它包含了他们他们的文化底蕴在里面 就像那种肌肉 对抗 冲撞 明白吧 和你所理解的这个体育不一样 这不用说谁对谁错 他那也是一种体育 冰球没有几个正常看打的 都看摘手套的 都等着摘手套摔手套吗 听过吧 电影看过吧 对说人家橄榄球也是一样的 他们要看那种肌肉互相对抗 又看那种荷尔蒙 这是首先文化底蕴不一样 那为什么你会对这东西有一个认可呢 我告诉你 不得不承认的就是人家早站的早期的先期 先期的这个优势 就是啥呢 你在刚普及电视的时候 你在刚接触体育的时候 你接触的全都是人家给你灌输的东西 我跟你这么说白了 如果对调 如果曾经的美国是我们 我们我们这一拨人 我们这一个这这一块土地上的人 是是美国那么一个角色的话 那么现在全世界人肯定说 为什么我们老玩这个棒球呢 怎么我们 我们就不像人家会抖空竹 抖空竹怎么不会抖呢 对吧 感谢宁雪魂 失胎跑车 干啥宁雪魂啊 发工资了 明白吧 这是首先的一个就是 你在市场领域是空白的时候 谁站 谁说了算 明白 就比如提起漫画 你就要想起日本 提起运动 你就想起美国 提起打篮球 你就想起MBA 这是人家先期战的一个市场优势 所以你才会有今天这么一种认知 但是这种认知下 人家玩的这个体育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能不能接受 你真觉得 跟着哥们橄榄球的兴奋机制 你懂吗 你知道什么叫半分位吗 对可能也是 就是因为咱们这边玩的少 不是玩的少的问题 是因为你根本不喜欢 明白吧 你根本不喜欢 因为看着他们可能感觉新奇一点 所以会有这种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 你只是对他们给你灌树的东西产生了认知 但是他们灌 就是灌树这件事 对灌树的事产生了认知 但是灌树的这个事件里面的所 包含的意义 你是没有认知的 这就是啥 其实这个就叫文化入侵 说严重点就是文化入侵 明白吧 感谢宁小魂的变形战车 你懂吗 你要你首先上面来 对于对待文化入侵的事 比如说现在啊 提起漫画 日本的漫画不好看吗 日本的漫画也好看 说实话 小的时候谁没看过 灌树高手 我总提灌树高手 我看的时候呢 只要他那个前奏曲一响 我无比澎湃 那你是为什么提起这个 因为那个时候他有你没有 而现在你的文化自信 应该从哪找呢 就是现在你也有 你追上了 甚至你已经反超的东西 这就是你的文化自信 比如说我给你举点很简单的例子啊 老外你以为不打乒乓球吗 只是你不看 这是第一点明白吗 你以为中国不产漫画吗 国漫现在也很牛逼 只是你不知道 一人之下可好看啊 对呀 对呀 所以说这些问题呢 文化自信从哪来 从我们追上的领域上来 去真的客观 去看看我们追上的领域 然后去了解 对吧 你像现在包括一说车 国内这些车 基本上电车了嘛 就拿出手了 出来了以后 就带LR自动驾驶的 在美国想达到个LR自动驾驶 这车得花多少钱 对吧 这后车得花多少钱 很多人还 很多人还沉浸在 那宝马不比那枪 宝马不比红旗好 但这种认知 你就永远都 你永远都爬不起来 因为这个话语权 永远在人手里面 你得先有个基础的认知 明白 我们不是什么东西 都追不上 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但你要盲目对人家东西 只能灌输个概念给你 完你就去追 为什么这种球 在我们这不行 哥们我想问 你为啥不问斗空竹 在人家那儿 他们咋学不会呢 你为啥不问这句话 因为在你眼里面 你没有这个自信 你认为那样 全是老大爷玩的 那都公园老头玩的 那哪拿得出手啊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哪个东西你拿得出手啊 因为该规则是 人家定的 主要是 仅仅是对 可能这个运动 咱们是比较小众的运动 感兴趣而已 哪个都是 我明白了 谢谢英格 哪个都是这个道理 你就挑 挑自己有自信的事来吧 没自信的东西 你自己本身就没自信 你希望这东西 值得别人 那更费劲了 明白吧